斗魄苍穹之大千世界第45集 当当的对战 天主的大主宰实力是碾压小主宰的他们 所以必须全力以赴 不能有丝毫的留守 所以他们三人也很清楚 要是在被天主诡异强大的力量击中 必定会中伤 看着三人将自己的力量所化 也是令得天主微微一惊 当当他的一招 可是大主宰的实力 虽然没有用权力 重创一些小主宰的强者可是简简单单 有意思 看来是我小看你们了 天主也没有想到 此三人竟然拥有可怕强大的奇物 希望拟出全力 牧尘乃是第一个登上主宰镜的主宰者 所以此时他遇到比自己强大那么多实力的强敌 自然也是热血沸腾起来 然后手中的浮屠塔收起 但是一道光束再度浮现在手中 一股磅礴的世界之力便是随之而来 大虚弥圣主 当年以大虚弥魔柱作为原料 天地剑作为辅佐之物来溶住 再将世界之力惯望其中 蕴含着世界之力 浩荡磅礴 乃是大千世界最强的武器 硝烟的圣火横骨齿 灵动的雷地权杖 牧尘的大虚弥圣主 三人皆是拿出了自己最强的武器 已经做好全力以赴 准备好了吗 硝烟淡淡地道 此时他们三人已经将世界之力催动到极致了 灵动牧尘二人点点头 已经准备好这一场生死对决 界外天主 我希望你能够退出我们的世界 不然我们就算死了 也会拼尽全力誓死保护我们的世界 硝烟对着天主说道 虽然他知道这句话没有打发走天主 只是想让对方知道 就算他们的实力比对手弱 也会誓死抵抗 不过如今硝烟三人的实力 在天主面前是不够看的 小主宰与大主宰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天与地 无法跨越的鸿沟 笑话 本天主的计划即将要成功了 怎么会离去 等我解决了你们 这个小千世界甚至大千世界 都在我的手中 渐渐地毁灭 哈哈 天主一声大笑 对于硝烟的话 实在是太可笑了 那既然如此 这一战便开始吧 灵动不再与之废话 直接率先出手 八幅寂灭 八大祖福疯狂地旋转 下一刻便是将八大祖福之力融合一起 与之同时 整个小千世界的意志 竟然也被灵动所操控 引动了世界之力后 便是化为一抹寂灭之光 然后灌入手中的雷地权杖之中 强大恐怖的光束进入雷地权杖后 灵动手中的雷地权杖 瞬间化为一道无比耀眼的寂灭之杖一般 随着灵动的身影闪烁 直接消失原地 下一刻便是出现在天主的后方处 而不远处的消炎 将手中的地炎的能量释放到极致后 竟然与自己的肉体相容 使自身相当于一朵一动性的毁灭火帘 举手投足 焚山真海 威力恐怖至极 此招为毁灭火体 对自身的世界之力消耗较大的强大招式 然后直接挥舞着绚丽的圣火横骨齿 爆发出无比惊人的毁灭气息 消炎的身影出现在天主的上空处 带着毁灭般的气焰直接轰然劈下 一气化三清 牧尘也不再保留实力 此时牧尘的左右两边 有着与牧尘长得一样的黑白牧尘 他们也是召唤出了各自的原始法身 强大的法身之力瞬间弥漫着整个天地 每一座原始法身 皆是发挥出了他们的极致的原始力量 三尊原始法身的力量 立于天主的正前方 三道皆是主宰镜的力量 对着如今的强敌轰击而去 原始力量划破天际 空间都被撕裂而开 三道来自大千世界最强三人的强大公式下 天主依旧是不动声色 眼看三道公式逼近 天主红色的瞳孔一转 血童 瞬间一道巨大的眼睛浮现 然后被这眼睛扫过的人 皆是身影一顿 不过三道公式直接变相攻击在了血童之上 强大的公式直接摧毁了血童 而天主还是原地看着硝烟三人 刚刚是怎么回事 牧尘一脸吃惊 刚刚的强大公式竟然对准了一只眼睛攻了过去 回过神来的硝烟和灵动二人 思索了一下 灵动开口道 不要看刚刚那个血童 它会是我们的暂时迷失方向 随后 三人再度施展刚刚那强大的公式 指轰天主 硝烟利用毁灭火体的威力 左手一拳挥出 这一拳有着堪比佛怒火莲的威力 同样级别的恐怖毁灭力量 变成一个毁灭火拳 右手圣火横骨齿之上绚丽火焰生腾 恐怖的火焰之力焚烧着天地 如此强大的公式 即便是强如大主宰的天主 也感受到了火焰的恐怖之力 这一次天主开始出手 在自己的手指上凝聚一道黑色巨刀 然后直接对着硝烟的身躯斩去 当 黑色巨刀直接劈在了圣火横骨齿之上 发出了惊天的声响 然后硝烟又将毁灭火拳击在了黑色巨刀之上 爆发声巨大的能量炸响声 绚丽的火焰瞬间冲圣火横骨齿上 变成一条火龙 冲进了黑色巨刀之中 下一刻 瞬间这片天地变成了火海 开始炼化对方的技能 火海也直接将天主包裹而下 而灵动也是再度施展出了八幅祭灭 八大祖福的能量开始相互交融 深不可测的能量开始自灵动的上空浮现 同时引动了世界之力 强大的能量被灵动灌入雷地权杖之中 灵动手中的雷地权杖开始火花一抹祭灭光 然后射向天主 天主见状 这一次也显然有了动作 因为这次的灵动所施展的力量更是强大了几分 让得他不得已不主动攻击 血同光束 巨大的红色眼睛又一次浮现 但是刚刚已经有了教训 灵动双眼一闭 强大的感知力已经锁定了天主位置 这一道强大的八幅祭灭击中了后者 哄 随着一声的巨响 灵动的招式正中天主 恐怖的能量波动开始席卷开去 此时 牧尘也是趁着机会 直接将三大原始法身的力量催动极致 恐怖的法身技能层出不穷 哄哄哄 三道强大的攻击的爆发 直接令得大地以及天空都是一阵 大须弥圣柱也直接轰击在天主的身躯之上 大地只是瞬间出现了浓烟 来自硝烟 灵动 牧尘三人的联手攻击 天主的气息也直接消失了 难道是被硝烟三人的强大攻击给击杀了 那家伙的气息没有了 难道已经被击败了吗 灵动难难道 牧尘则是目光凝视着浓烟处 似乎被天主消失的气息感到有些诡异 而硝烟也是相信 刚刚的力量确实很强 但是不应该能够击杀大主宰实力的天主 强大的主镜灵魂力量开始进入浓烟之中 但是也就在这一扫荡之下 硝烟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心中顿时感觉不妙 还没等硝烟三人反应过来 一股直接是将空间撕裂一个小口后 伸出剧长 直接对着三人急速拍下 就算是硝烟灵动牧尘三人反应急速 也是受到了对方的至强攻击 剧长上的力量直接将硝烟灵动牧尘三人击飞了出去 强大的世界之力令的他们都是无法抗衡 大主宰的力量果然不是小主宰能够比拟的 三人的身形倒飞出去数百米后 才稳住身形 强?很强啊 硝烟稳住身形转头再次看向天主说道 这是如今以来遇见的最强对手了 灵动也不知可否 这天主的实力确实连他们都是佩服 牧尘也承认这位界外天主 比起当年的石木天邪神强太多了 看来硝烟三人也做好了最后的打算了 必须使出他们的最强之力 与之击败着来自界外的天主 哈哈哈哈 三位 你们还真强啊 小主宰实力竟然与本天主对抗这么久 真是让我意外 天主对着硝烟三人淡淡地道 闻言 硝烟洒然一笑 道 你也不错 是我们目前遇见的最强对手了 确实比天邪神强多了 灵动低沉道 天主则是白白手 道 哈哈哈哈 天邪神算个啥 在本天主看来 除了当年的圣神 我不服所谓的天邪神 我也实在没有想到 圣神之子竟然会败在你们三人的手中 今日我就替圣神清理掉你们三位小子吧 这一次 天主开始主动攻击 因为刚刚他所施展的力量已经是接近七成十力 竟然依旧无法重创对方 足以说明对方也有底牌未出 所以他已经打算施展自己的强大底牌 将其击杀这三位 让你们见识一下 本天主的真正实力 天主双目微眯 然后在其额头之上也有一只血色瞳孔浮现张开 而这一只血色瞳孔睁开的那一刻 天主的气息直接急速提升 犹如是这一片天地的毁灭者 整个小千世界的天空上充满着血色雾气以及黑色的雾气 两者相互交融 变得另一幅景象 像是世界的末日画面 此时有几位圣品巅峰的天至尊 望着上空的景象 就算是这些小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强者 都感觉到了 这是一种连他们都无法攻破的主宰之气 而此时 在众人的最前方有一位身穿黄袍之人 此人便是小千世界的第一强者 星辰大帝 他的目光也是抬头瞭望这些血物 但是他所看的地方乃是 硝烟灵动牧尘三人联手对战天主的地方 他们三人是否能够成功拯救小千世界的危机 星辰大帝心中默念 他希望硝烟三人能够保护住小千世界 他已经无力插手这等战斗 就算他是小千世界的第一强者也不行 因为这一场战斗 乃是主宰间的战斗 他身为半部主宰的实力 恐怕过去了也只是炮灰 这小千世界的最后希望 他也是全部堵在了硝烟 灵动 牧尘的三人身上 天主所释放的大主宰力量 令整个小千世界都陷入了末日之中 真是一位强大的对手啊 硝烟无奈地摇了摇头 硝烟兄 灵动兄 看来我们只能使出最强的底牌了 这一刻 犹如当年他们三人大战天邪神一样 因为 天主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任凭他们三人其中的一人去单挑天主 都不是对手 所以他们只好三人联手对战大主宰的天主 而现在也必须施展出他们最强之力了 当年 他们三人皆是施展自己的最强之力战平天邪神 而这一次 他们能否以小主宰的力量 战平大主宰力量的天主呢 三位蝼蚁 现在是不是感受到大主宰的真正力量是什么样子了吧 哈哈哈哈 天主没心处的第三只血色之眼 紧盯三人 似乎在那只血色眼瞳中有一股可怕的力量 令得三人也不敢多看几眼 生怕像之前一样 暂时地迷失了方向 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是这一场战斗的胜负一击了 萧炎将帝炎收回体内看着二人说道 灵动与牧尘点点头 三道伟岸微微退后 各自施展他们最强之力 这也是决胜负的关键 也是小千世界的存亡关键 见到三人的动作 天主阴森一笑 说道 好 让本天主看看 你们三位究竟还有什么底牌没有试出来 下一刻 天主的眉心处血色之眼射出一道光束 这道光束射入天际之后 光芒自这片天地洒下 然后凝聚成了一尊巨大的法相 法相的样貌与天主别无二指 法相向四周散发的力量无边的恐怖 法相双手放于胸前 法相双目微闭 犹如是一位毁灭之神 只要愿意 手头足尖 便可毁灭一片大陆 以及整个世界 亦是世界的守护者 也是世界的毁灭者 此乃 遮天法相 无论什么招式在我的遮天法相面前都是无用 天主身引力于遮天法相的眉心处 望着这片天地 所有的事物在此时天主的眼中 犹如蝼蚁 遮天灭日拳 巨大的法相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力量 法相凝聚无边之力 对着面前的空间挥出强大的一拳 这一拳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战斗所释放的力量 或许这才是真正大主宰的力量 果真小主宰与大主宰之间的差距便是天与地啊 空间都被这一拳击出后 严重地受到了影响 竟有些崩溃的迹象 空间出现一道道裂缝直接被强行撕裂 严神 硝烟当即施展出了自己当年所创的最强底牌 将地盐尽数收入回自身体内 以自身为炉 数几十道圣火化作火纹 而后凝结成绚丽的莲花 当莲花绽放时 从中孕育出的一道三尺火影 盘坐于莲花之中 火影头戴地关 身体火炮 面目与硝烟如出一辙 火影诞生时 整个小千世界的温度都开始升高起来 散发出了毁灭强大的威能 当硝烟施展出严神之后 利于法相眉心处的天主也是一惊 因为严神所蕴含的力量 竟然超越了小主宰的力量范围 已经是无限接近于大主宰的层次了 不过还没等天主吃惊 而另一边的灵动 双手归笼 八道祖父投入其中 双手之间的空间 形成了一片星空世界 诸多的力量在其中完美的汇聚融合 其威力变得无比的深不可测 星空世界里同样散发出了严严神一样的毁灭之力 大乾坤 在灵动催动完最强底牌的招式后 牧尘利用仪器化三清 召唤出了三座原始法身 然后凝聚成一颗龙眼大小的珠子 其中散发着一股极为原始的波动 原始即太出 太出完 随着三人催动了最强之力后 便是眼神一鸣 对着眼前那巨大且充满着无边之力的可怕一拳 轰击而去 三道最强之力 并其而尽 所过出的空间也是有着崩溃的迹象 同时这也是小千世界最后的希望 胜负就此一举 在双方的火热目光之中 严神 大乾坤 太出完 三道最强之力与那遮天灭日拳碰撞在了一起 呼 随着一声剧烈的对碰声 强大的力量 瞬间席卷了这片天地之间 而后这片大陆竟然都被强大的力量所破坏 瞬间这片大陆被摧毁 天狱的老巢也算是在这波恐怖的破坏力下毁于一旦 虚无的空间上 四道强大的力量依旧在做最后的对拼 轰炸声一直持续不断 但是 法相之中的天主怎么也想不到 三位只有小主宰实力 竟然能破了他的遮天灭日拳 如此可见 这三人果真不是省油的灯 如果他们的实力踏入大主宰层次的话 那么他必将不是他们三人的对手了 你们三人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 刚刚所施展的力量 已经无限接近大主宰层次了 看来留你们不得 天主也收起了之前轻敌的心 眼前的三人可不是普通的主宰者 如果再让他们成长起来的话 日后自己必定会死在他们的手中 既然如此 那就在他们三人成长之前 就扼杀摇篮里 没想到 集结我们三人的最强之力 竟然也不能伤他分毫 看来这一次的战斗 有些棘手了 萧炎长叹了一口气 这场战斗是他们有史以来最无望的战斗 就算是死 也不能让界外之人夺得小千世界苍穹之心 不然的话 整个世界都会毁灭 灵动内坚毅的话语传出 刚刚的对碰下 的确这位界外天主极其强大 也是他们三人目前无法抗衡的恐怖存在 萧炎兄 灵动兄 我牧尘也愿与你们一同进退 牧尘也知道 想要彻底的守护这片世界 就必须做出牺牲了 虽然自己有亲女 但是为了他们不受到伤害 就算自己牺牲了 也是值得的 三人的想法似乎都达成一致 萧炎的眼眸望向遥远的地方 心中默念 薰儿 彩灵 萧萧 萧灵 以及无尽火域的众多人 对不起了 这一次我必须守护住这个世界 以后的世界 就由你们来守护了 欢欢 青竹 灵静 以及武静的所有人 灵动先行一步 以后的武静就靠你们了 灵动的眼眸出现了一片星空 而后气息急速飙升起来 牧尘在心中也默念完之后 双眼之中迸发出了金色的光芒 同样也做好了最后的打算 严神 大乾坤 太初完 三人再度使出了他们最强的力量 而这一次所施展的力量 比起之前的更强悍 因为他们三人燃烧了自己的生命力 来达到短时间内实力的提升 帝炎催动到极致 烧绕着硝烟的身躯 八道祖福盘旋在灵动的周身 所有的力量 全部融入灵动的体内 三座原始法身和唯一 法身既是牧尘 牧尘既是法身 就在这燃烧生命力所获得的力量 已经高涨至一个灵界点 无限接近大主宰的层次 但是 他们现在所施展出来的最强之力 也是突破自身的极限 看着此刻三人以命相搏的姿态 天主的眼神也是首次出现了忌惮之色 因为他们三人此时的攻击 竟然已经突破到大主宰层次 这令得天主极为的震惊 对面这最后硝烟灵动牧尘 以命相搏的时候 天主再度催动遮天法相 施展强大的攻击 天灭大洪流 法相没清楚地眼睛一动 红色光束射出 紧接着嘴巴直接张开 一道来自地狱般的蔑视威能 瞬间降临至这片天地间 红色的洪流直接喷涌而出 掀起了数十丈高的浪潮 朝着硝烟灵动牧尘的方向滚滚涌去 红流的力量更是可怕无比 简直就是地狱的血流 只要沾上一点 那么肉身就会灰飞烟灭 就算是主宰镜的主宰者 也会被这道地狱般的红流的给融化掉 没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对抗住这道大主宰的巅峰威呢 大红流滚滚 锁过之处空间也已经裂开 这股力量之强大 已经超越了这片空间的承受点 死吧 随着天主那洪亮的声音 大红流直接吞噬了硝烟所爆发出来的三道最强之力 包括硝烟灵动牧尘三人的身躯 但是在几人被吞噬之后 炎神 大乾坤 太初丸的力量 开始真正的爆发开来 轰轰轰 一阵接着一阵的轰炸声自红流中 沉闷地传出 下一秒 绚丽的火焰蔓延开去 变成一片火海 直接蒸发了一部分的红流之力 随后地炎的火焰也暗淡下来 八道祖伏的星辰之海爆发出强大吞噬之力 将红流吸入其中 而后无尽地压缩 直至消失 三座原始法身凝聚成的龙眼蜘蛛 化作了一条金色巨龙 对着红流就是一声咆哮 在这咆哮声中 充满了原始的力量 直接瓦解了剩下来的红流之力 在硝烟三人燃烧生命力的情况下 施展了最强之力 终于在三人的合击之下 成功地击溃了天主的强大攻势 在最后生命力即将燃烧殆尽之时 三人直接冲向了法香的眉心处 强大的力量直接洞穿了法香 随后法香破裂 显出了天主的身躯 三道力量 在天主那难以置信的眼中 一股堪比大主宰的力量 正中天主的胸膛 噗 啊 天主一口鲜血喷出 重重地落在了另一处大陆的地面之上 被砸出了深坑 受了重伤 但是 硝烟 灵动 牧尘则是牺牲了自己 同时也重伤了界外天主 不知过了多久 重伤的天主 随着一声剧烈的咳嗽声 也清醒了过来 看着不远处的虚无空间 这里原本是一处大陆 但是在这场战斗之下 毁灭了一个大陆 天主强忍着重伤带来的疼痛 开始大笑起来 不自量力 三位小主宰也敢在本天主面前对抗 本来以为你们三人会被本天主轻易击杀 没有想到竟然是小看了你们 最后燃烧生命力获得极致的力量 竟将本天主继承重伤 真是该死啊 这一场的大战 也落幕了 最后的结局是 硝烟灵动牧尘三人还是没能守护住小千世界 三人的牺牲也重创了界外天主 这种代价确实有些不值得 但是对于他们三人而言 他们尽力了 也许也是值得的 而在小千世界的星之大陆上 所有人也看到了硝烟三人战败牺牲的一幕 所有人的眼中也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露出了绝望之色 其中特别是星辰大帝 原本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没有想到界外天人族的天主如此的强大 就连三位主宰镜的主宰者也死于他手 他们三位牺牲了 星辰大帝心中感到一阵歉意以及悲痛 原本他们三人不用牺牲的 但是或许是他们的大义 才去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 只有真正的强者 才会做出如此的决定 他们三人是真正的强者 众人心中对此慕哀起来 但是界外天主没有陨落 只是重伤也不知道 日后是否还会卷土重来 这也是目前 小千世界的众人也担心的事情 三位圣品巅峰的天至尊上前 对着第一强者星辰大帝开口道 星辰大人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思索了片刻之后 星辰大帝才缓缓开口 说道 让大家准备准备 如果界外的天主再度袭来的话 我们所有小千世界的人 做好与敌人的决意死战 星辰大帝抛下这句话之后 身影消失在了原地 在场的所有强者都是一口同声 就算实力不如对方 或许誓死守护自己的世界 才是最好的交代 而与此同时 这一处被毁灭的大陆 已经变成了虚无 天主悬浮于其中 目光扫荡四周 身上的鲜血还在不断地流出 这次的创伤似乎很严重 小千世界的本源 本天主已经吸收了90% 也终于将其本源 炼化于自己的体内 如果在这之前 没有炼化小千世界的本源 恐怕自己今日死的就是自己了 没想到啊 这第三等级大界的人 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存在 天赋卓绝 如果再让其成长起来 可不比第二等级大界的 那些天之骄子叉 不过很可惜 你们的实力如今不够 被我击杀 这也是你们的命术 等我伤势恢复 获得这个世界的苍穹之心 同时再召唤出 这个世界的苍穹宝 将我族的所有族人 在上面写上信誓 便可获得超脱圣体之路 成就主宰 而我只要将 苍穹之心拿到手 将会获得更强的力量 踏上最强的主宰之路 登顶最强主宰之巅峰 原尊 本天主到时候 可又离你进一步了 哈哈 界外天主 望着这片小千世界 捂住伤口 咳嗽几声便是身影 消失在虚无之中 由于篇幅问题 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 后续剧情会尽快更新 点击关注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